人民英雄钟南山背后的故事 你了解吗 2003年 中国出了两个英雄 一个鼎天 一个立地 鼎天的是航天英雄杨立伟 立地的就是医学专家钟南山 他在抗击非典中战功赫赫 拯救了不知多少生命 有人评价说 如果没有钟南山 抗击非典的结果可能就要改写 这句话背后是个惊险的故事 2002年11月 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个非典兵力 随后 这个可怕的疾病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 在非典初期时 医学专家们都在拼命想办法 但前期很多专家侮辱歧途 北京方面 有权威人士宣称 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医院体 并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 媒体随后大量报道 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如果按照此方案之行 不知非典还要多带走多少生命 但在当时一团懵的局面下 大部分人倾向于采纳这个建议 只有钟南山简决反对 因为他试过很多次 抗生素对非典患者根本无效 于是他顶住压力 多次几乎病原不是医院体 不能使用抗生素 他的坚持 使广东在非典防治中 没有走更多的碗路 广东省SARS病死率 也降到了全球最低 约为3.8% 而钟南山团队 当时提出的 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 也成为了我国 SARS诊治指南的基础 89年前 人们还不知道PM2.5为合物 钟南山就多次呼吁 检测公布PM2.5数值 并提出雾霾与肺癌 有极大的关系 当时很多人跟他论战 说他蹭雾霾的热点 夸大雾霾的危害 两年后 世界卫生组织 把雾霾列为一级致癌物 完全印证了钟南山的观点 包括这次武汉 有很多重要信息 都是钟南山 第一个告诉我们的 明确此病 人穿人 医护人员有感染 这个84岁的老人 不但医术高潮 更敢讲真话 在冠状病初期 84岁的他一边告诉公众 尽量不要去武汉 一边自己登上去武汉的高铁 挂帅出征 人民日报这样评价他 84岁的钟南山 有院士的专业 有战士的勇猛 更有国事的担当 一路奔波不知疲倦 满腔责任 为国为民 的的确确令人素人奇迹